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回到比赛现场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女子自由操的决赛现场 现在是运动员的出场时间 浙江队的陈燕飞 上海队2020年东江运会女队的队长张锦 广东队的吴燃 北京队的齐齐 北京队选手齐齐 安徽队选手何黎成 广西队唯小元 广西队唯小元 本次全一会女子个人全能的金牌获得者 这位是欧玉珊 同样是东京奥运女团的主力成员 在刚刚的平衡目比赛当中获得了一枚银牌 马上转到自由操的赛场 本次东江运会女团队长张锦 队员欧玉珊 还有本届全员会的女子个人全能韦小元 会继续在自由操的赛场上面正面对抗 广东队的吴燃 这次全员会也是上难度了 如果高水平发挥的话 难度也是不输名将的 还有安徽队的何黎成 她的成套之前在女子个人全能的舞台上 我们也看到了非常的有特色 但是在个人全能的赛场 她没有发挥好 今天一定是不希望再留遗憾了 包括北京队的琪琪 在难度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资格赛同样是有所失误 今天女子的最后一个单向 大家都不希望把遗憾留在赛场上 都希望一个最佳出色的发挥 呈现给我们 欧玉山 首先上场的来自江苏队的佐童 佐童的资格赛排在第六位 当时的难度分是5.4 完成分不太理想 今天一定要稳住完成 暴转720 一个串连接 后团两周 腾腾高度还是很不错的 向前匹刹结缓 交换腿结缓180 难度很高 好 进入到蹲转 一圈 两圈 两圈半 任一个两圈 后支九百 向前匹刹 跨接缓 一百八 在女子自由操的比赛呢 还是非常有观赏性的 因为这是所有项目当中 唯一一个有音乐伴奏的 比赛项目 我们看到的场地是12乘12米 然后运动员需要在一分三十秒之内完成动作 后支1080接一个前团 看一下裁判员一会儿怎么认 刚刚的1080呢稍微有一点欠角度 但是欠的不多 跳步的整个腿的开度非常好 一位非常擅长转体的运动员 女子自由操 就所有的女子项目啊 都是要计入八个最高的难度 和男子不一样 男子是计十个 然后在自由操赛场呢 也是计三个舞蹈 三个技巧 两个任意 自由操同样是有四个特定的编排要求 第一个就是需要有一个单脚的舞蹈串 就刚刚我们看到选手的两个单脚起的跳步动作 这就是一个特定的要求 完成了可以获得0.5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纵轴转体至少是360度的空翻 第三个是横轴的两周空翻 第四个就是在同一个或者不同技巧线路当中的 后空翻和前空翻 满足这四项 每一项可以获得0.5的分数 总分是两分 可能是在刚刚的认定当中 后值1080那一块有一点点争议 因为直体后空翻 1080的话是一组难度价值0.5分 如果认成后值900的话是D组难度价值0.4分 而且他所做的后面还接了一个前团 1080接前团和900接前团拿到的连接分也是要认一下 难度分还是认了5.4分 交速队左同得分 13.400的最后得分 第二位上场的是广东队的欧宇山 下一位上场的是广东队的欧宇山 自由操是他的优势项目 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一位 哎呀 这边突接了 蹲转三千 再来一个蹲转720 后团两周 三足的多周转体 这个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 交换腿结环 交换腿180 哎 这个转体偏轴了 卫宇山最近也是参加了很多项目的比赛 团体也是一直在参加 单向同样 进入决赛的项目都是努力的在拼搏 也是这几天确实是有一点累了 今天这一个出劲呢 主要还是肯定也是特别想要完成好啊 向前的冲劲有点大 这样的话比较难控制自己的节奏 而且地板是有弹性的 在这么高弹的情况下 落地如果力量很大的话 比较容易弹出场外 前面的蹲转和力转 其实完成的都非常好 最后的转体稍微有一点偏轴 看裁判员怎么去认定 看转体的周数 是裁判员认定的时候的一个 主要考虑的因素 欧宇山在女子个人全能的比赛当中 也是获得了银牌 看今天的分数 目前牌在第一位 13点660 13点661分 第三位站场的是浙江特美名飞队 陈延飞 浙江队的陈延飞 资格赛排名第八 资格赛的难度拿的比较少是4.9 给原地的皮刹360 哦 团身炫啊 漂亮 好团两周 哎呀 可惜了 单脚出界 单脚出界 交换腿截环 向前胯截环 这就是满足一个特定的编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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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在像节目标 后驱两周 这是一位非常擅长横手翻腾的运动员 向前跨节环转体180度 结束 他的成涛特色就是翻腾多 女子选手比较常见的国内选手就是转体多 用转体去刷难度 陈延飞看来他的练习的主攻方向是翻腾 而且他可以做团身炫耀 也是在国际赛场上的一个高难度动作 这边同样是使得劲儿有点大 落地不好控制出界了一步 他在成涛的舞蹈编排当中 可以在后期的训练当中再加强一些 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舞蹈意识是非常好的 但是在成涛编排当中会有一些空白的情况 然后运动员在等音乐 完全地站在那儿去等拍子 这样的话给裁判员在打分的时候 留的这种艺术性的印象会稍微的差一点点 如果能够再把这个弥补好的话 再加上他的高难度的动作 再把规格练上去 还是未来发展比较好的一位选手 这边再来看一下 2020年东京奥运会女团的女队队长张锦 资格资格赛排在第四位 难度是5.3 完成是8.1 总分13.400 2000年出生的今年20岁的大队员 第四位 交换去结环 差一百八 交换去结环 结环 后续两周 航空高度稍微有一点不够 体差三百六 整个舞蹈的姿态还是非常漂亮的 看他跳舞也是赏心悦目的 刚刚主要是后面的翻腾啊 有一些危险 向前一大步险 但是也是凭借自己的斗志去把它控制住了 这边角落的处理 在自由操比赛比赛当中呢 即使是连一个A组的小跳步 这样的角落处理也是有加分的 张锦是一个非常非常努力的选手 本身他自己是礼乐周期的运动员 但是礼乐奥运周期也是没有能够参加奥运会 后面也是默默地坚持了整个的东京周期 一直是稳扎稳打 最终在奥运的选拔赛当中 有一个非常出色的表现 获得了代表中国参加东京奥运会女团的机会 而且在奥运会当中 他自己的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 没有辜负这个名额 在多年的训练当中 张锦也是付出了非常多的汗水 当然也正是这些努力的汗水 使他们成为了闪闪发光的运动员 难度5.3完成7.880 最后的得分是13.180分 目前排在第三位 排在第一位的是广东队的欧玉山 第二位的是江苏队的左童 好 马上上场的是 广东队的吴然 吴然的资格赛排名第二位 难度分任了5.4 完成8.233 漂亮 快速后直接一个跳步 哎呀 蹲转这边要做1080的一个异组的高难度 江苏队接环 江苏队一百八两个C 后直900前直做得非常漂亮 后团两周 哎呀 也是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失误 今天这一套的发挥不太理想 吴然 其实它的原定的计划 难度还是非常高的 开场本来想做是一个力转的1440 也是一个易组的难度 后面快速直体后空翻转的是1080 这个没问题 AEA 而且可以获得这种连接的加分 再往后就比较可惜了 在蹲转的时候 看这边也是没有切到 那个蹲转呢 原计划它是有一个1080一个E 然后还可以再做一个蹲转 720这是一个D 这样的话能够进入到 难度当中的八个难度分值 就会有很大的提升 但是今天 首先蹲转这个E 肯定是不会认1080 降组会比较多 然后后面也是打乱了一些计划 不过后直900节减值 做得还是不错的 后团两周女团的决赛 它也是失误了 但是今天这个失误 同样也是出现了一些动力性的问题 资格赛的第二位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可能还是稍微的有一些紧张 这位也是一个 05年生人的小队员 还是欠缺一些大赛的经验 但是至少他在难度上 在平时的训练上 是有一个很高的难度储备的 那临场的完成情况 就要靠后期 首先把它练得比较稳定 再后面就是 比赛的经验 比赛的心态能够稳一点 把优质的成套放在赛场上 这是对于运动员来说 非常关键的 其实大家在训练的时候 绝对都是有那种优质的发挥的 最可惜的就是 他没有能够把训练的状态 复制到赛场上 但是这确实是需要时间的积累 无人还很小 还有很长时间的发展空间 我们现在看到裁判这边 写着D的就是难度的裁判 写着E的就是完成的裁判 后面还有高级裁判组 打分是由D组E组来打 如果出现一些争议的话 会反馈到高级裁判组 最终还是听裁判长的 张锦目前是排在第三位的选手 难度看能不能认定成功 5.5的难度 13.180的最后得分排在第四位 今天主要是完成分扣的 还是比较多的 欧玉山目前排在第一位 第二位是江苏队的左童 第二位是江苏队的左童 资格赛在完成上出现了一些闪失 难度是拥有5.4 后团两周转体360度 又是一个一组的高难度动作 失误 后直1080接前团 立转1080 交换腿接环 向前匹刹结环转体180 后直900接前直 蹲转720过了 后直720 也是在场上调整了一些难度 其实我们看到运动员在场上 做的这种后团两周 看是不是这个 后团两周转体360度 这样的动作在国际赛场上 也是可以让大家眼前一亮的 难度价值是一组0.5分的高难度 其其主要是在 我觉得是在起跳的时候 还是腾空的高度不太够 所以它在翻腾和转体的时候 没有留够足够的空间 转过来之后 明显已经是险些直接身体 除了脚以外的其他部位落地 这就比较危险了 还好是没有出现一些伤病的问题 但是运动员去挑战 高难度动作的精神 绝对是值得我们赞扬的 因为不能一直在这种 自己的舒适区里待着 一定是要去挑战高难度动作的 它可以不转体 它可以保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 完成的难度 但是它依然是选择了去挑战 后团两周转体360度 这样的精神是非常可嘉的 不在舒适区待着 直接地冲破云霄 就是这边 以后在训练当中 腾空高度再高一点 然后把这个步伐量好 因为刚刚可能也会不会是 在空中的时候 看自己快出界了 在脑子里会有一些想法 像这样的失误呢 会在完成分当中 扣掉比较多的分数 一般教练员会在 运动员在场上出现失误的时候 就及时地告诉他 出现问题的点在哪里 通常这个时候 运动员的记忆是非常深刻的 因为自己失误了 最懊恼的肯定是自己 然后正在自己非常遗憾的时候呢 教练员首先安慰他一下 然后再把问题告诉他 这样的记忆是比较深刻的 我们看他的难度 其实还是认得非常高的 5.7的难度 在今天比完的选手当中 这是最高的难度分 但是由于完成 出现了一些失误 所以再加上出界的扣分 最终是排在了第六位 好 再来看一下和离城 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自由操 来自安徽队的选手 资格赛排名第五位 资格赛排名第五位 高举腿七百二D 立转三百六A 后值1080街前团 一A加零点二 后九百前值 递递接零点一分 交换腿接环 交换腿一百八 两个C 后驱两周D 横空高度不错 原地体差三百六C 后团两周 今天终于是完成了自己的理想套 我们知道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女子个人全能的赛场 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 让自己非常的遗憾 她这一套自由操 大家也是非常期待的 因为她的整个舞蹈编排 非常有色色 具有京剧的色彩 咦 这边还是控制住了 这边在转这个翻前值的时候 还是偏轴了一点 但是还好没有出界 不然就要把自己辛苦 赠来的 在难度上赠来的零点一的加分 损失掉了 何立成在之前的 2020年全国体操冠军赛当中 获得过高低杠的季军 在自由操这个项目当中 她也是获得过全国冠军赛的第一名 在她的程度当中 我们刚刚看到 她的后区 两周腾空高度 还是非常高的 这是一个地 她这种腾空高度 还是有机会往上去加转体的 把它变成曲体楦 这样难度就上去了 目前上海队的张锦 排在第三位 广东队的欧玉山排在第一位 江苏队的左童排在第二位 何立腾这一套 在女团的决赛当中 是认了5.2的难度 但是在女团当中 她的结束动作是后值720 这是一个C组 今天她的结束做的是后团两周 还是有一些变化 后团两周这个动作 在女子自由操里面是地组 所以看看今天这个难度分 果然涨了0.1 这样的话 何立成目前挤到了第三的位置 广东队欧玉山 依然是在第一位 江苏队左童第二位 安徽队何立成 目前排到了第三的位置 张锦来到了第四位 赛场上广西队的韦小元已经准备了 今天走的是粉色风 十三点六六分以上可以获得冠军 后值1080E想接一个前团 发生了失误 地转1440 后团两周站得相当稳 顿转再次出现了问题 向前快接环 后值七百二 交换它一百八 感觉小元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稍微有一点疲倦 可能是几天的连续赛程比下来 确实是有些辛苦 之前在个人全能的比赛当中 他的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 除了最后一项自由操出现了一些失误 在前面的几项优势非常明显 所以最终拿到了个人全能的冠军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小元的空中姿态是非常的标准的 这边也是腾空高度不够 转体过后就没有足够的空间去接前团 一个坐地在完成分上影响会比较多 小元这次的整个的打扮每次都是有主题的 非常的漂亮 个人全能的比赛呢是感觉应该可以说是绿色的小精灵 今天是粉色的仙子 体操项目就是需要运动员去 在展示难度的同时也要展示自己的美 小元在舞蹈的这方面其实做的也是很好的 整个的表现力非常不错 今天比较可惜的就是两个难度 一个是高难度的技巧连接 另外一个是蹲转 看来在蹲转这一方面需要回去加强训练 因为在三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反正个人全能的决赛是失误了 然后他的资格赛也不太稳定 今天的自由操决赛又是出现了失误 所以看来蹲转这个难度动作对于小元来说 他的完成度在训练当中没有足够的稳定 所以在赛场上也比较容易发生失误 当然也有可能是运动员在赛前训练 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翻腾上 因为翻腾是大难度 而且是比较容易出伤出问题的高难度动作 像蹲转这种动作 在赛前的训练当中活动的会稍微少一点 站不住了 小元自己也说站不住了好累 确实这几天比了很多项目 空中姿态还是非常漂亮的 这边稍微落地的时候戳了一下 导致他翻前团的时候就没有借上力 连接是非常需要借力打力的 这边动力性失去了之后 自己还是坚韧地去完成前团 11.760 自己有点遗憾 好这样的话恭喜广东队的欧宇山 获得了本场自由操的冠军 姑娘们都是非常的活泼可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